诱惑见善 赠报不死目击 我们先看这两句 这是讲不善的信心 嫉妒 嗔恨 这也是道心 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这种心是非常的不正常 总希望自己高估别人 不愿意别人高估自己 这个心是道心 这个念头是在造物业 看到别人 善心 善思 心里不欢喜 我们学佛的同学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 决定不夺三土 这个毛病要改 这种毛病很多人都有 在古时候 家庭教育里头 从小就教 不能有这种行为 不能有这个念头 要像佛所教我们的 要学随习功德 看到别人的 善心 善心 善事 生欢喜喜 如果我们有力量帮助 全心 全力帮助他 成人 之美 他的功德 他的负德 我们跟他平等 占光了 他这一支蜡烛是点燃的 我们这支蜡烛没点燃 借他的光点燃了 这光就越来越大了 那如果看到人家光 我这里没点完 舍不得点 把人家的给吹灭 那大家都在黑暗里头 这就错了 普贤菩萨 修贤的 舍大纲领 里面有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针对这个毛病 基督心 是不是真的能障碍别人 不可能 别人有福报 你能障碍他吗 那因果率不就被推翻了吗 别人有福 挡都挡不住 那我们何必造留罪业 为什么不能成就别人 帮助别人 修随习功德 随习功德 跟他得的功德是一样的 真的提升自己的灵性 自己表现出是大德 大心 那是大菩萨的行量 大菩萨的行义 你将是大菩萨的行车 对了 你将是大菩萨的行车 那是那些 我得了 没人 一次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